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角色群像排行榜 蓝旺鸡不是守卫 谢允讨喜最得人心 王一博的众多影视角色排行榜 没想到这次的榜首居然是谢允一角 恭喜云子哥喜提第一 在王一博的众多影视角色中 让你记忆深刻的角色到底有哪些呢 来,一起看一看,顺道开心一下 首先呢,博圈顶流级别的角色 必须是陪你到世界之巅的迹象空啊 空子哥,绝对的拿奖拿到手软 这个角色真是剧中拽得像个战神 实际上人家在电竞领域就是战神 为何不能成为博圈榜首 原因只有一个,恋爱谈的有点多 吻戏还不少,这是王一博吻戏最多的一部剧了吧 年纪这么小,吻戏拍得到不少了 看了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的他,过分活跃了 其次,让王一博大火的,那必须是咱们的蓝忘机啊 蓝二公子啊,你是让清冷的高贵优雅的人间仙子 你的出现,让我们凡人都变庸俗了 冰冷的跟个雪雕一般,只能远冠不能亵渎 人间妄想非你莫属 这个榜首如果给你,你也承受得起 毕竟高处不胜寒,你只能站在山顶 但是,并非不圈心目中最受欢迎的那位 毕竟有些角色就是让大众用来观赏的 再次呢,就是白李鸿意了,更是不能排进前三名 别问为什么,问就是这个牧师之心,居然破防了,本以为你会坚守阵地,不为所动 结果不仅剧中有心上人,居然还破防了,直接pass掉 再来一个,狄志卫,这个角色呢,是王一博首次电视剧作品的角色吧 应该是大众看到了首个角色,很拽很天真,过分活跃了,妈粉中自己家中的那个顽固子弟,各种的做天做的,当时的他,还是个孩子,所以呢,在博圈里,显然缺少一点成熟度,显然跟宅小爷在一起,人都会变得幼稚的,pass掉,拍到最后就好 还有一个正派十足的,那就是蒋仙云这个角色,军人的形象,大意凌然的气魄,家国情怀于一身,正气十足,这个角色呢,不同于蓝忘机的虚无缥缈,他更接地气,又是正派气场,也能远观不可亵渎的存在 最后呢,真正符合不圈罪讨喜的,那就是谢运了 机智,幽默,成熟,有担当,虽然人家有自己的阿斐,但是吧,不妨碍人家情商智商双线贯通啊 有趣的灵魂,聪明的脑瓜子,重情重义,深得不圈欢喜 榜首之位必须给谢运,什么官配,不在乎,什么吻戏,统统可以有,看着就欢喜,这就是云子哥的魅力 好了,最后呢,咱们再说一下代播剧中,各种角色在博圈的地位 第一呢,永远的神,陈宇,冰玉火无论你溜粉多少次,我们依旧待你如初 第二呢,一个吴,明夜密,的确是如同影片一样,没有名字 一个违和防暴队的杨震,至今没有高清图 第三呢,长空之王的雷子哥,没图没名啥都没有,只能依赖想象力 第四呢,热烈陈硕,轰轰烈烈的官宣,开开心心的出圈 估计这是最王一博的一个角色,不知道能否登顶王一博众多角色的榜首,拭目已呆了 好了,思来想去,也就别排名了,每个人入坑王一博的时候,肯定是惊鸿一瞥下的某个瞬间 这么多角色中,貌似入坑最多的还是谢运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再见